今年的春款有很多新的流行元素 我们继续来看新款吧 这个真姿衫是镂空的 春天穿的真姿衫上面的话是没有那种毛毛的 都是那种平顺的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适合春天 就没有那种很闷热的一个感觉 这个是西装配吊带的一群 整体就非常的大方 这款春风衣黑色的特别酷 现在也是穿春风衣的季节 里面的这个T恤比较卡通 还有旁边的这个马甲 再看这边的一系列 这个是衬衫它上面的话是这种刺绣 它整体是那种非常宽松的 而且的话有点透的这种感觉 所以穿上去的话就是给人的感觉特别仙女 这个是牛仔平上今年很流行的新中饰 喜欢温温气质一点就很喜欢这一系列 这些衣服的话都是那种特别的有气质感 而且的话很显身材的 这个是稍微有点鱼尾的一个半身裙 这个小三的话也是特别的精致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系列 这个系列是以蓝色调为主的 这一套现在是补单第一的 这个颜色也是搭配的 看起来很舒服 上面的这个是一个针织衫 就比较适合说穿在里面做打底 或者是早下的时候穿 这一系列是以粉色系为主 这个针织衫件套整个的话 就有一种很慵懒的一个风格 穿上去显得身材曲线美会更强一点 还有这边的 这个是一个针织的一个小背心 是长款的 就比较适合说腰那里是比较多肉的话 就特别能遮住 这些衣服颜色非常的鲜艳 款式也很独特 看起来可能是比较版型的话 就感觉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它这些裤子 尤其是这个上衣的话 双身效果真的很好 还有这边的 现在皮发社长这边每天都会出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新款 但是因为是春天嘛 它的这个周期是比较短的 所以它上新的话也是很快 下版的话也是很快的 今年来皮发社长这边直播的人 突然间就有一个断崖式的夏天 以前的话再怎么样都会有很多人在这边直播的 但是今年真的很少 也不是说皮发社长这边不给播 反倒现在过来这边直播的话 皮发社长还是很受欢迎的 但是为什么主播不播呢 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推货率太高了嘛 很多人播了之后都是很难赚钱的 有些甚至是亏本的 所以现在来这边直播的人慢慢的就少了 盘扣设计 今年因为很流行新中式 所以盘扣设计的话 就成为新中式的一个流行的一个亮点 主要是很多衣服 它只要把这个盘扣给扣上的话 都跟这个新中式是给搭上一点边的 好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开年那么久还没有来过白马这边 今天来白马这边看一下 现在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白马的人气不如年前 白马这边人气最多的时候就是年底的时候 粉色系列 今年很流行这种粉色的 去年也是流行粉色 今年粉色的话还是一样流行 白马的款式很多 而且它这边的风格的话也是很多的 有男装女装 年龄跨度也是有年轻的中老年的 还有童装这边都是有 所以来这边逛白马的话 你这样子逛过去 你感觉好像逛不到什么的 要进去慢慢的挑才可以 这一系列还是以粉色为主 这些衣服价位不是很高的 白马这边的价位也是一个区间特别大 它有几十块钱的 但是也有几千块钱的 有些甚至一万多的也是有的 前面的这些感觉都不太好看 这个灯口的款式颜色就比较潮流 符合今年很流行的一个新中式 今年特别流行新中式的这个风格 刚出来的时候 有一大部分人是非常喜欢的 但是也是有很多人觉得接受不了 甚至是那些颜色比较深色的 很多人就感觉很不吉利嘛 说实话颜色比较深的 确实感觉有点怪怪的 如果你们担心的话 就买这样子的就浅测系的 这样子穿起来的话 就很有那个民族风的味道 而且今年出来的新中式 版型都是比较好的 它做的都是那种稍微修身一点 就小版一点 不是那种很宽很大的 就很显身材 这点牛仔裤的颜色非常好看 它这个颜色是属于做旧的 就比较适合说在春天夏天的时候穿 牛仔裤做旧的颜色 它整体上会显得更高级 不是说做旧的话 它会看起来旧 穿在身上它会显出来一种高级感 反倒是有些牛仔裤的颜色 非常的饱和 非常的鲜艳 但是呢你穿在身上 感觉好像没有档次 因为这个颜色你太鲜艳的话 一下子就没有这种层次感嘛 就给人的感觉 这个眼睛的视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像这种做旧的颜色 看起来感觉好像不怎么样 但是它上层效果 真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是一种很高级的感觉 前面的这一系列也是新中式的 新中式作为今年很流行的一个新的元素 现在已经是确定了 是可以作为主推的 很多人可能说 我还在犹豫着到底要不要拿 如果你们那个地方不是说 有些人群的话 它就喜欢这种休闲的 它不穿这种稍微带有一点淑女的话 那你们可以考虑再等一下 但是平时的话 你们的风格都是那种淑女的话 就真的不用犹豫的 再犹豫的话 这个汤都喝不到 春夏还是浅涩牛仔好看 服装有一个很玄学的现象 大家小小的批发市场有很多 批发市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档口 但是生意好的就只有那么一小部分 生意好的档口大家都争扎去拿 尤其是刚上新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导致这边的祸期就特别的久 但是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失落 有一种想法就是去其他家里面 有现货的去拿 拿回来的时候就那么的神奇 你就会发现拿回来确实是不怎么好推 怎么推的话都是零零散散的只卖一小部分 剩下的话都是很慢很慢的才能够推出去 但是呢那些就是生意很好的那些档口 它就那么的神奇 它拿回来的虽然说是排单 但是的话它拿回来都是 在很多没有货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卖空了 你还得去补 它的销售的这个速度就非常快 还有一种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即使说这款式是同款的 质量的话也是同等的 但是的话你去拿那种生意很好的那种档口 再去拿一个就是比较冷门的档口 这个时候它的销量也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完全都是卖货的这个速度 根本就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感觉 所以的话就导致了我们现在上行都是跟着那些旺的档口去走 其实现在批发市场这边 缺货的档口都是那些生意很好的 还有就是那种爆款 现在的话都是非常的缺货 但是呢有现货的话 皮发市场这边说实话也是有蛮多是有现货的 但是去拿那种现货的回来的话 它很久都是 久久的才能够推一点出去 就导致的话你这个拿回来的款式很难赚钱 有时候甚至的话是亏了 这个跟二八定律是非常像的 赚钱的永远只是那一小部分 万家跟南城这两个皮发市场是紧挨着的 相对来说南城那边 三楼跟四楼有一个方向的 那个人流量要比这边多 三楼四楼它本身就是有那么几个档口 它每天的生意都是很好的 就带动了它那一个片区就旺起来 但是南城其他地方也是很冷清的 尤其是五楼上面 受天气的影响 现在春馆的热度是一般般的 现在大家都在等着这个时间去过度 牛仔裤现在排单真的是很久 大部分档口都是七天起 七天能给到货的话都是特别快的 有些档口要15天到30天 牛仔系列今年融入了一个新的元素 国风系列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牛仔裤的话很多是有刺绣的 还有就是那种绸缎的那种印花拼接 春天的连衣裙相对来说比较少 因为春天的连衣裙没有夏天这个好卖 它的时间段太短了 实用性不高 因为天气冷的时候它用不上天气稍微热了 那个时候大家就要穿短袖了 今年的春天外套很少能看到封衣跟西装 因为这两个类目的话现在是不怎么好 小漫漫的话就在下滑的 所以干脆有些档口它就直接不做了 现在外套有些档口它做的话 就是那种小相风的 那个外套还有就是稍微修一闲 运动一点的那种冲锋衣 碎华雪坊是春夏特别流行的 金钟室不管是大家接受不接受 现在已经流行起来了 有很多人已经开始穿了